遠遠就能看到高雄騎經中舟三路 一艘正在進行拆除作業的廢鐵船 起火燃燒 紅色火焰越燒越旺 好像要將鐵船吞噬一般 一團一團黑色濃煙 也不斷的飄向天際 由於現場布滿了油漬 旁邊還是拆船作業的廠區 就怕引燃其他的易燃物 當地居民一度相當緊張 都沒有報案 怎麼可能沒有報案 他們不敢報啦 他們就沒有消防設備了 還要想要聽 我才對我們家的危害我發大 幸好消防局出動了實車23人 在現場布水線緊急搶救 很快就把大火給撲滅了 而根據現場工人指出 疑似是因為高溫油壓減 不慎碰觸泡棉引起大火 幸好沒有人因此受傷 而詳細起火原因 有待火吊人員釐清 東森新聞在高雄的採訪報導